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非常殊胜的这个水贡大法 非常殊胜 第一句话跟大家讲 眼睛刚刚一闭入三昧地的时候 真实的很真实的看见 姚慈经母大天尊 在所有诸佛菩萨 在所有的生活中同盟面前 我这样子讲 真实看见姚慈经母大天尊 跟他所放的所有的豪光 那个光彩 非常庄严殊胜 小弟呢 今天不敢妄语 不敢妄言 不是说以前就妄言 我是讲今天的看见 非常的真实 非常的奥妙 很殊胜 我一看见我心中就这样子想 我第一句话 就要跟大家讲 真的姚慈经母 陷在你的眼前 出现在你的眼前 我以前很少说发誓了 发誓了 看见了 要发誓 发誓有时候是没有用的 有些人很多发誓 到最后都不了了之 而且发誓啊 生生世世要跟师尊的 还没有几个月几年 他已经跑走了 不过因为发誓实在是太随便了 我实在是不想发誓 但是今天非发誓不可 我讲了三次 看到姚慈经母 大天寸 如果我今天是妄语 没有看到而讲看到 随便 随便是什么 我讲随便了 随便就是随便佛菩萨 随便金刚复法 随便所有的鬼神众 随便所有的一切一切 他要怎么罚 就让他怎么罚 这样够清楚了 我实在很想把自己开膛破腹 把自己的胸膛打开 腹部打开 开膛破腹 开胸膛 让你们看真实相 我的意思是讲 这是真心 真正让你们看到里面的心 当我看见的时候 我就是这样子讲 我一定要告诉大家 真的是光明惨烂 非常非常好 今天这个姚慈经母 大天寸 祖尊 显现他的精神 这个水贡 庄严 意义非凡 来参加的人 都有福分 这个密教里面 其实 我们早就讲过 这个佛贡 佛贡 大家都清楚明白 那么这个水贡 姚慈经母 所传下来的 那么在未来呢 姚慈经母水贡 也可以有 诸尊的水贡 好像是 大卫德金刚水贡 这个观世音菩萨 水贡 阿弥陀佛水贡 都可以 都是一样的 跟佛贡 水贡 密教还有一种 燕贡 燕贡 所谓燕贡 是把香料 还有吃的东西 磨成粉 磨成粉 把香料 珍贵的东西 跟面粉 或者是他们本身的沾巴 沾巴 这个磨成粉 把它灵结 成 一个 好像是说 一个团 然后给它点燃 产生烟 然后产生烟的时候 在烟的面前呢 你一样的做祈祷 做祈求 做供养 做回向 这个方法叫做烟供 水贡 火贡 烟贡 都是一种贡养 同样都是密教的贡养 它的次第 这个修法的次第 相差不了多少 是一样的 一样的一个次第 那么我们在持咒里面 就让它变化 如山 如海 如整个西宫的贡品 全部通通都充满 那么你请来的活菩萨 各取所欣 他们需要什么 它叫各取所欣 像烟的供养 水的供养 火的供养 虽然它的仪式 它的这个不同 但事实上 它的 是一样的一种修行 也一样的一种供养的方法 以佛供来讲 我们行则 要跟佛 跟本尊合一 水供来讲 我们行者 要跟水 跟本尊 一样合一 一样要合一 佛供 是用佛天神 把东西 烧成虚空 布满整个虚空 水供 是用水天神 把供品入水 像海 一样的广大 无边 各位观众 是从我们的节目中 为您播出过 临终关怀 黄金八小时之后 获得广大的观众电话询问 尤其是人 在死亡的那一刻 灵魂会出现什么状况 更是每一个人 必须都要知道的 现在我们特别有 VCD DVD和书籍 本节目单位 也为了弘扬 联生活佛的 中医网生法门 特别准备 黄金八小时 精华版的VCD 免费的赠送给您 只要您附上 回游信封 就可以得到 每个人 都必须经历的事 您一定要知道 赶快打电话进来 现在我们的服务专线是 049-2312-992 各位观众 感谢您对 给您点上新登节目 热情的支持 许多的朋友 都非常喜欢 我们的音乐和佛曲 您现在所听到的 正是香港 华光功德会 所录制的 范音大悲咒 本节目制作单位 特别为了回馈 爱护我们的观众 免费的赠送给您 这一片犀利 让我们一起 在佛曲的喜仪之下 深口意清净 光临吉祥 现在我们的服务专线是 049-2312-992 姚池金武水贡法的传法呢 下个礼拜 我们会继续地为您介绍 我们知道 连生活国的著作 《地狱变现记》呢 描写了很多地狱的现况 你相信有地狱吗 在前阵子呢 我们特别针对地狱变现记呢 举办了一场 读书心得的发表会 我也特别邀请我的好朋友 秦伟呢 现场出集 看看大家有什么地狱经验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特别提供给您 这一段精彩的录影 一块来讨论 你下过地狱吗 你帮我们下去来调查一下 除了你下过地狱 还有这个连线教授 还有没有人有一些亲身的经验 或者说有 好不好 拜拜 有人有这个 曾经走访过地狱的经验 请举手 请对镜头微笑三秒钟 请对镜头在这里 不能拍出来 我以为是地狱拍的 是不是很老 我大概想话 我是到第一看到 我老公不下去被审判了 你怎么会有机会去听音乐 也是关落音吗 还是找人 不是 在梦里头进入的 梦里面啊 那会不会是自己有所思 因为是 刚好我师傅有写这一本 《音变现记》里面有一个特殊 就是花式的原因 所造成的 花式是花吗 花式 我想说地狱里面都有花式 建国花式 花式 发什么式 发式 如果怎么样的话 他就怎么样怎么样情景 那你老公是怎么了 他就是因为有划过这个试验 他犯了这个错 所以他就刚好 我刚好吓到地狱里面被审判 那你看到了什么情景 我师傅是站在他的右边 我在他的左边 师傅就问我说要不要救他 我说师傅如果他没有违背天理 的话请你救救他吧 就之后过了这个梦 这个梦是在地狱里看得很清楚的 可是过了15天之后 我老公就发生被杀的状况 刚刚我师傅的事 你先看到地狱的情景 你老公才出事啊 15天之后 刚刚是我师傅的生日 那一天被杀的 清晨三点 他的意思就是说 本来其实老公有可能下地狱了 是这位仙女把他拉出来 不就是 师傅师傅就地狱 他有因果的审判 跟杨世傅是不一样 杨世傅只有 就是法律的问题 那不是我做人 想我台的没问题 可是我刚刚说 为什么地狱 他变现器很恐怖的地方在这里 就是有因果的问题 我们做事要变得更谨慎 我这边要插播一下 我想请吴淑美小姐 因为他有前阵子跟师尊 我们的作者亲自到欧洲去 那他们也有谈到就是说 去欧洲 去欧洲不是去地狱啊 那是有谈到 有谈到啊 师尊在地狱 其实看到很多有名的人 请你亲口来讲一下 有哪些名人现在在地狱啊 所以你亲口听到 师尊讲的这样子 因为有时候不方便 公布在书上面嘛 对不对 或是超过50年就可以讲了 看到西科的人 看到了谁 谁现在在地狱 哪些有名的人 我们在巴士上 因为这次去欧洲 花了很多时间在巴士 然后一站赶一站 花很多时间大家可以谈话 那师尊有提到说 他写地狱变献祭呢 他常常下地狱 诗也地狱 然后梦也地狱 神行也地狱 他随时随地狱 因为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呢 他花了很大的心力 所以说他 在当时的生活 他讲说他一直不断地下地狱 那他有提到说很多人在下面 这是我们亲耳听到 根本上次讲 我们当时很惊讶 师尊这样讲 这个我们很崇拜的偶像 从小念小学就崇拜他 长得又很帅啊 然后他还讲到说 现在在阳间 在我们地球上呢 有的这些赫赫有名的总统 发动战争 他说以后也要去报道 也要报道 而且现在就看得出来了 已经显现在他的脸像上 还有不止这样子 我们所认识的这古代的这个将相帝王呢 包括像那个大家知道的什么 成吉思汗啊 哇 就是这个杀人都没有原因的啦 而且是什么人都杀 不管是老弱夫人 那如果他为了国家而杀呢 一样是英国 一样是英国 就是英国 所以说佛教所讲的道理 他以为说 现在回教主他觉得说 这个是为了这个正义 为了他的圣教而杀 事实上呢 真理不是那样子 那是四人的错解 那当然他讲的东西很多 包括发明家 发明家 包括炸弹 炸药 所以发明家也是哦 所以发明是杀人的 诺贝尔 诺贝尔 现在和平讲什么 诺贝尔什么讲 当时他在人间 因为发明这个 所以他自己想一想 可能很罵 所以他又设立诺贝尔这样的讲 但是事实上他求述无奇 这个英国千产太可 那如果好几层 比方说 爱因斯坦发明了相对论 那因为相对论 而知道核子弹的逻辑 那因为核子弹又炸死了 那爱因斯坦有没有对 在下面 好像我 我的印象里头 印象里头 世俊堂讲过 但是我不敢确定 我不敢确定 我是听到他讲说 有谁名字是什么 但至于爱因斯坦我不敢确定 但我的个人观点是说 这都是工业 尤其是这些大发明家 大科学家 这些什么家的 我觉得他们用智慧来 残害众生的话 他们业更重 他们业更重 求出无奇哦 而且是求出无奇哦 对 是这样子 所以 这不能乱开玩笑 有人听说去地域就看到 有萤幕看到毛泽东被人家扁尸 乱打 在冰山上面 后来有人去看 俄国总理布鲁斯聂夫 他准备也要恰第一眼 他说我不要这个 看到第二个 哇 他看到史达林 跟马力联盟路的接吻 抱在一起 他说我要这个 我要这个 谁被换下来 你知道吗 是马力联盟路被换下来 他说为什么会这样 我说不好意思 这一层是马力联盟路的惩罚 你不要换下来 是笑话还是真的 当然是笑话 就是说地域怎么惩罚 我们不知道 个人招业个人单啊 好 刚刚是笑话事件 史达林是不是 史达林 好 我们有一位 这个文章写得很好 特别啊 跟你一样 从哪边来 从台中的 南投 握一下手 我叫五南投 住南投哪里 你现在是讲笑话 南投啊 南投 草德是不是有湖山路 我以前住湖山路啊 连生像你是不是 连生像 有一个像叫连生像 住就不是 你住连生像 那我今天我也很认真的 好 相信有避欲了 可是我想到一件事情 我家里面有一个老婆 我有两个小孩要养 可是我是屠夫 怎么办 或者说我是 我没有什么专长 那我是纪律 你屠夫还讲得通纪律 没人叫你选择这马力吧 有人说我是纪律 没办法 责任在身 我还是要造业 可是我又知道地域 地域石油 好像说整天要再 讲一些谎话 因为我可能是商人 哦 这个状况比较多 怎么办呢 我想说 请问大家想想 商人这个状况 真的比较多 一定要说谎 我一定要说谎 就是有时候是善意的谎言 他做这个生意 明明这个苹果烂一半 也不能跟人家讲声 我忘语 就是说我一定要忘语 我一定要杀到一忘九 可能我都要犯 因为我可能 我可能 你现在讲你是你的亲戒吗 前世 说朋友 不是你啦 我是朋友啦 你蔡市长 不是我啦 你煮肉了 不是我台 不是你台 所以我们虽然很愿意相信地域石油 我也很想要守戒 可是我有很大的责任在身 我也是感觉每天都在做 你不要骂上师 对吧 你那你也可以说 他希望你回答 你这么 对不对 十八成你都说 我讲了 但长官要再讲 没关系 我们就是一般老百姓而已 其实答案都会是以心理 我觉得这个行业 本来就不用做的 刚刚说了 安心两个字 这个行业能不能安心 如果不能安心 这是不用做的 你说我减资 减资就去谈啊 今天你不要 他有个华西街那些 那些工艙 那个同学工会 会来跟你看 但是我真的 他们说 如果你们觉得我们工艙不用做 那你要叫我们做什么 我讲真的 还真的很多行业可以做 好 工艙的钱很少 工艙的钱很少 新闻又登出来 这几百元 你可以是说亲戒父啊 亲戒父 帮人家打扫啊 可是他有三个小孩 而且都要赌大型 我刚刚说工艙钱很少吧 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个行业 不能做这个 好 这个 真的吗 这个可以取代的啊 另外一个什么 因为真正钻型 不是工艙是私艙 或是妓女 屠夫 屠夫 屠夫就更简单 你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行业 养鸡场的 老板 你一定要宰吗 他说 养有就罪 对 养鸡 没有罪 我养没有罪 我宰就有罪啊 我不要宰啊 养卖给人家家家 我认为是这样 其实这个问题还有更高层次 有人问过我说 法官有没有罪 比如说我判你死刑 你被枪毙了 我法官有没有罪 但是如果真的判 误判就误判 我正判有没有罪 你以为我是死刑 我判你死刑 但这法律是人定的 我有个问题 比如说你长妆 他刚刚的问题还没讲完 他这个延伸 我现在这个延伸 你看我的难度比他高 我就说我是法官 我判你死刑 我会有没有罪 一般人都认为是 筷石手有罪 就是我枪决你有罪 但其实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如果法官 他是自由行政乱判 当然不好 但是说这个法官有 所以为什么要三审 甚至现在也讲到要废除死刑 所以为什么要三审 可是废除死刑又不合理 我杀了很多人 結果后来我可以 那你心里觉得有没有罪 我认为是 刚刚说有直接跟间接的 有直接的罪 跟间间间间接的 你觉得有就对了 法官是间间间接的 好 那你现在是反问他的 他问你 然后就倒回 我刚刚讲的 有的行业你可以选择不要做的 尤其是你学了佛之后 你修了法之后 你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行业 我相信你今天问世尊 很多行业让你选 他 三百六十行嘛 你可以转业啊 那屠夫真的很赚钱吗 没有嘛 鸡鱼很赚钱吗 有比这个赚钱的哦 可 我刚刚说要安心嘛 还有啦 你做屠夫安不安心 不安心 如果你没有修法 学佛就很安心 台湾啊 可是一修了咧 修你就不安心了 不安心不是这个行业 不能告诉别人 我刚刚很安心一种是 可以跟人家讲 好我做这个 还有一种是 我做这个有没有杀身啊 那你就不安心不安心就不要做啊 你如果很安心 台湾台湾啊 下辈子我就做猪就好了 如果你觉得这样 那就杀啊 你就做嘛 不要怕的话就说 然后你下辈子变猪 就说 我刚刚讲回到那两个字安心嘛 法官你判安不安心 如果你判 我是为民除害 我很安心这样做 那做啊 那但是那个公果夜报 不是我们讲的 是到时候地域变现 他就会审判嘛 一部最有密教特色的灿点 一部最有真佛传承的灿点 真佛宝灿 现在我们制作成CD和5P3 同时精心制作法会仪轨版 只要您拥有了它 直接播放 可以完全按照法会仪轨流程 自行礼拜 真佛宝灿 这是慈悲的方便发行 矿式的伟大具现 本节目制作单位 现在开放前10名 call in 进来的观众 免费赠送您 这一套真佛宝灿 数量有限 现在我们的服务专线是 049 2312 992 想要拜灿的人 一定要拥有的 真佛宝灿 各位观众感谢您对给您点上新登节目热情的支持 许多的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的音乐和佛曲 您现在所听到的正是香港华光东德会所录制的 泛音大悲咒 本节目制作单位特别为了回馈爱护我们的观众 免费的赠送给您这一片西地 让我们一起在佛区的喜敌之下 深口意清净 光明吉祥 现在我们的服务专线是 049 2312 992 2 又到了大家来找佛这个单元了 在上个礼拜呢 我问您问到了 连生活佛呢 在台湾雷藏寺呢 特别爬到了这个小山坡上面呢 有一个殿 然后特别去礼佛 请问这个殿供奉的祖尊是哪一尊 答案就是 姚池金姆 所以这个店呢 也就是金姆店 您答对了吗 那么今天我们要出什么题目呢 那么大家同样的 现在来看到我身后的这一段影片 哈哈 这位可爱的小朋友呢 正是台智元跟徐雅琪所生的 他叫做台晋 我们现在先来看他这一段 简短之后的表演 然后呢 题目就在其中哦 所以要看清楚哦 我们赶快来看 掌声鼓勒鼓勒 好 好 好 先讲到这边 现在该段没问题了 哈哈 发言人 听说 呃 演艺宏心台智元是你的爸爸 有这回事吗 发言你 你那么有问题 大家看我这个脑像 完全你是活的磕出来了 哈 谁知道我是台晋人 对 对 对 好 那位 聖書活活62歲的聖誕請問您做些什麼 歡迎聖書活活62歲的聖誕請問您做些什麼 歡迎聖書活活62歲的聖誕請問您做些什麼 歡迎聖書活62歲你做得非常之好 好好好 聖書活活62歲有多大 大家特別念聖書記憶 好好好 謝謝 這是香 剛好 好 我們剛剛看到了台進小朋友說到了 聖生活活生日的時候要念什麼經呢 蓮花童子的誕辰也就是5月18號 農曆的5月18號 我們應該要念什麼經呢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題目 如果您知道的話 現在趕快打電話進來 我們就會有精美的小禮物要贈送給您 今天非常謝謝您的收看 下個禮拜天 不要忘記繼續收看我們的 給你點上新燈 謝謝您 趕快打電話進來 念什麼經